李泽厚先生过世了 我的同学 包括我的老师们 都是李泽厚先生的读者 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追星的 那么最亮的一颗心 大概就是李泽厚老师了 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 李泽厚先生是毋庸置疑的 公认的思想的领袖 1990年代之后 李先生去魅了 也去国了 当然 他也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 哲学和思想的探索 也有一系列的命题提出来 但似乎除了一些说法 引起过轩然大波之外 影响力也不负当年之用 昨天中午 我发了一个动态 后来 科后我看 提到美的历程的朋友还非常多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 提出了不同意见 甚至批评的还非常尖锐 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思考和立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但它也只是一个前提 我们不能够靠立场吃饭 我们也不能够因为 自觉 自以为自己的立场比别人高明 而说话就特别的自负 我的朋友 罗刚的在我们圈子里传出来的一句名言 你以为你是左派 别人就会爱上你 立场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 而绝对不是一个说话就理直气壮的 那个终点和依靠 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历史虚无主义 好像我们容易想到的这个历史 是以前的悠久的历史 但在我看来 最近这个四五十年的历史 也应该有一点历史主义的态度 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走过了这个四十年 而在这个四十多年里面 受惠思潮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我也反对迷恋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有他自己的问题 有网上的朋友非常严厉的批评的 我也非常支持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是如此的张扬 知识分子有点自嗨等等 这个问题当然也比较复杂 我们今后可能还可以慢慢的讨论 我昨天晚上也在想 李先生或者说李先生这一代学者 他对我们这个时代 还留下一些什么特别重要的启示 那是什么呢 我想了三句话 一个是深刻性和预见性 但另外一方面 是大局观和整体性 最后一个是大白话和真性情 这个大白话 首先是大话 李泽厚先生 我觉得是特别敢于 下一些大的判断 无论是他在五十年代 讲实践美学 还是在八十年代初 提出主体性的哲学 当然还有可能更多朋友熟悉的 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 旧王 压倒启蒙 等等 包括后期所提出来的 勤本体等等 大白话 我也认为是尤其珍贵的 这一方面使得学界外的人 也可以了解和理解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明明确确的 给出了一个靶子 在迎接着后人的理性的挑战 批判 最后我想说是真性情 就是做自己 不虚假的热情 我跟李泽厚先生的接触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真人是1986年 当时上海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 会议期间 我们华师大把李泽厚先生 还有庞浦先生和刘在富老师一起请来 会场就换了三个 我再次见到李先生是2002年 我在香港进会大学当任访问教授 是在刘在富老师的家里 我见到他非常高兴的跟他回忆1986年的事 他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当时稍微有点尴尬 然后不为难自己 做学术 怎么想 想通了 想透了 就怎么说 比如说他90年代初 讲吃饭哲学 他所谓吃饭哲学的意思就是说 民以食为天 20世纪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 有的时候忘了吃饭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李先生当时我记得好像还开过玩笑的说 这恰恰是历史唯有主义 很多人不理解 也有很多的嘲笑 我相信李泽厚老师也未必没有听到 但是我觉得他的生性情也体现在 他也不做更多的解释 他所谓吃饭哲学 当然是有一点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也表达了他在90年代初 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 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 和他认为的教训的某种反省 当然这样一种反省在今天看来 又可以进行新的反思 我今天加根了这一集 也没有太多的深刻的话说出来 我希望大家还愿意读李泽厚先生的书 带着你的立场去读 也通过他的书来检验我们的立场 做一个有立场 也更有真性情的人 仅此纪念李泽厚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